大家好 又是我五仔跟大家說娛樂 我們今天會說一說 台灣的金馬獎 香港電影的大豐收 黃秋生又拿影帝 張艾嘉又封影後 真厲害 又是那個年代的人 那個年代出了很多敬人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講葉童 因為有一張照片拍到葉童 真的很老 不是把照片拍到他老的 他本身真的有點老 說比起大他十幾年的趙雅芝 十年左右的趙雅芝 就真的顯得比較上 似乎是 有個大 這個似乎是葉童 還大過二十年的感覺 我們今天的演講 應該都是講這些 請大家給我like支持一下 會講一下葉童的 很嚴重的事情 又說跟她老公 關係有變 又說 她老公經常偷吃 但是也不捨得離婚 為什麼一個這麼有型這麼漂亮 不可以用漂亮的 吸引人的女人 為什麼會搞到這樣呢 先講一講 現在就講講我金馬獎 香港片是大豐收的 黃秋生憑著白日青春首奪金馬影帝 張艾嘉也憑著廣片燈火蘭山獲金馬獎的影效 厲害了 這些就是我們香港的藝人 都很厲害的 導演 張艾嘉導演 現在也做了演員 風喉那麼厲害 曾經也是演員 他年輕的時候 還有一個 我當時小學 被人說 你覺得她漂亮 不是哪對漂亮 我真的覺得她漂亮 原來我當時不懂得分 這些女人是叫性感 我講的就是葉童 小學時人們說我 也不知道誰是誰是誰 連張國榮都說葉童是她見過最性感的女人 難道你說哥哥是誰是誰 我現在懷疑那些人 小時候 已經分了藝術感 我很小時候 我問葉童這個人很漂亮 不是啦 葉童不漂亮嗎 葉童曾經被人說她是一個最漂亮的 許仙 那個角色叫做 那個什麼 白娘子 傳奇 趙雅之扮演白蛇 白素貞為了報恩化身成人 與書生許仙 展開妻美的愛情故事 說許仙是葉童所扮的 他扮男子 他做女人也很性感 我覺得他很性感 這個女人 究竟他為什麼現在弄到有人說 衰得人說他五十多歲 都接近六十 他說 哇 滄桑得好像一個八十歲的婆婆 又未去到這麼嚴重 不過似乎真的有一些 不會刻意扮成年輕 那種 我覺得葉童如果你說他要留下長頭髮 或者戴黑色長頭髮 除了有一個有演技的人 你說年紀大演得年輕一點 有什麼難 實在做到 但是他佛系 他打扮又佛系 他愛情有佛系 是啊 這個女人其實就是 他自稱 我們這些藝術家 我是藝術家 需要被包容的 我還覺得他說對白 也是很好聽的 說話的聲調出來 他其實 本身葉童不是叫葉童 葉童是姓李的 你真的不知道 叫李詩詩 是啊 1963年3月8日出生 三八婦女節出生 中五程度畢業 說他是讀這個 叫做無犯英文中學的 他老公叫陳國禧 有些東西說拍到他 就出軌啊 偷吃八次都不肯離婚 他曾經有回應過 這件事 他說什麼 如果 生命是無常 如果因為小事 而不開心 你覺得值得嗎 他這方面 他真的看得很開 葉童 他說 接近六十歲 他很多事情都有做 有演劇集客串 香港愛情故事有份客串 令人覺得 葉童是雍容華貴的 跟劇中的角色很搭 稱讚他保養得很好 幾年前 不過現在似乎 其實女人是要收拾的 你不要說把他掃眼 打扮的樣子來批評他 始終人是會老的 說到這些話題 不用人是會老 我知道 不用緊張 人是會老的 女人也是要打扮的 那麼 葉童其實二十歲的時候 已經是香港金像獎最佳女主角 其實他根本小時候二十歲入行 已經是影后 他 在香港其實闊別了十年 有多了 他說 都很掛念 葉童那些勞火純青的演技 葉童的演技似乎是天生 因為張國榮說過 他說這個女孩子根本是一個天才 他這樣說 形容葉童 葉童怎麼成名 他叫李思思 他是生於一個普通的家庭 他父母做小生意 平時的生活是很忙的 陪他的時間也很少 那有些 節目就說葉童的童年 可以用劉手兒童四個字來講 就是沒有人理會他的小時候 他有個姐姐有個哥哥 他哥是前無線電視藝員 還有 厭情片電影演員李鍾玲 大家知不知道李鍾玲 李鍾玲是不是那個 那個什麼 肥板梁朝偉 是的 好像是 我也記得有些印象 那個是他哥哥 那個好像 如果說近方 不過他也不是 他也不是小的 但感覺上好像比他年輕一點 近樣 原來是同父異母的哥哥 跟這個哥哥百感交集 兩房人都是不相往來的 他介意 這個同父異母的哥哥的存在 那麼 葉童跟他自己的父親的關係都比較疏離 小學一年級開始 葉童就會 自己一個人背著書包去坐車 往返 學校和自己坐車 上學 上學 上家 因為小時候這樣的環境 令到他這個人的性格是孤僻的 孤僻的人是適合做演員的 充滿幻想 懂得和寂寞交朋友 其實我這個人是相當寂寞 但我是擁抱寂寞 很多演藝要在寂寞上磨出來 如果經常有人聊你聊天 你說真的唱K 然後有人跟你曉你猜猜 在草原巴閉 說要和你合唱 你猜你唱到一首好K 所有的演藝基本上是和寂寞擁抱的 那葉童已經有一個成為影后的條件 因為他小時候沒有人理會 他直接送到儀長家 儀長 有一個大姐姐和葉童玩 大姐姐經常陪著他 教他做功課 令到他有一絲童年的快樂 不過 這份借回來的快樂似乎沒有多久 又被他爸爸接回家 再接回家 他那些算是放養的生活 因為沒有人督促 還有幫助之下 他很快的成績就很差 那麼葉童呢 你看不出來 我猜不到葉童是高妹來的 原來她1米72的 葉童是1米72的高人 去到中學的時候 因為有這個 身高的優勢 她在香港模範英文中學讀書 身形高大 打了排球 還有兼職 就是做牛仔褲的售貨員 他穿衣 年輕人很漂亮 我覺得葉童應該是模特兒入行 他說 那些生活其實都是 融融碌碌碌的過 沒有加入演藝圈 葉童原來真的是一個兼職模特兒 1980年 葉童17歲的時候 參加了一個 地鐵車廂通車廣告 拍攝面試機會 因為廣告需要 有個女學生 搭地鐵鏡頭 擔任導演助理 那時候就是他現在的老公 陳國禧 做輔導的 導演助理 他用了很多的時間去面試了100個女孩 葉童當時是去 衝人數 緣份是這樣安排的 葉童可能也隨便 去試一下 去Casting 這樣 他老公的陳國禧 一眼 看中了這個女孩 成為指定女主角 葉童雖然後來 他成為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第一位雙鳥影后 但是剛剛踏入娛樂圈 他的表演其實是不一樣的 拍廣告拍了很久 反覆NG也結束很多次 多年後 說他兩夫妻一起受訪問 他回顧以前的事件 葉童說 這個陳國禧的老公很煩 他說 一個鏡頭NG幾十次 導致我遲上班 這樣的 這些是沒有什麼演員道德 他不是我們以前讀戲讀出來的 被人磨100次 我們去做舞台劇 他不是 拍就拍 NG 阻礙收工那些 他說 被葉童認為很煩的導演 對葉童的第一眼印象是什麼 他當時 看到葉童 覺得他 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 最後就娶了他回家 他老公 這個就是大家對大家的看法 他說 他說我一早就知道你是我老婆 是不是 他說如果這樣 是不是可以NG少一點 實際上 葉童對這個老公 這個導演也有些好感 這個老公其實就說 在一個優越的家庭出生 因為在外國留學回來 他說當時已經是一個資深的廣告導演助理 看回葉童其實家境平平 他做模特兒只不過是幫補加計而已 他老爸老母也沒有空理他 普普通通的葉童被一個男人提攜 原來因為是知遇之恩 他覺得是應該報答他 他心裡是感謝感恩這個丈夫的 拍完這個廣告 這個導演老公 當時應該還不是老公的男朋友 他說好像 撿到寶 在他引戰下 葉童就認識了 一個導演 和一個當時很紅的編劇 他說兩個人物 都成為了葉童成長中重要的角色 因為葉童本身是不會演戲的 但是經過導演的磨練下 他找到演戲的感覺 然後 他那個 叫未來老公 當時的老公 應該還沒結婚 把電影導演譚家明推介 他說這個女生很厲害 上鏡 很有潛質 他老公成為了他的貴人 他原名是李詩詩 葉童是偽名 就是一個導演 譚家明幫他改的 他說 人如葉 心如童 之後 改了這個名字 他就紅了 1982年 他跟誰拍檔 我很喜歡 這個 張國榮先生 張國榮跟他拍了一部 叫做烈火青春 就是譚家明導演 正式踏入他演藝之路 第一次演戲 但是張國榮說 這個女生 充滿靈性 有很高的評價對他 他說 張國榮說 如果我做導演 我第一部電影一定找他 他說對白 做每一個表情 揮灑自愈 他不像一個剛剛出道的女演員 我覺得他是天生吃這行飯 那麼 哥哥就離開了 令到這個約定 就不能 兌現了 但是哥哥真的做導演的時候 就真的沒有找他 但是哥哥做導演 還不是做電影 這樣 連哥哥都這麼眼光 我當時小時候 有人說葉童哪裡漂亮 我覺得葉童是 他那種漂亮 說不出 很特別 很有氣質 好了 葉童因為這部《烈火青春》 奪得了金像獎最佳新人 對於新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肯定 1983年 葉童接受張堅廷的邀請 演喜劇 《表錯七日情》 拿了香港金像獎最佳女主角 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 他也拿過最佳女配 《飛月黃昏》 他也拿了多少獎 老實說五官 他就不是特別漂亮 但是很有特色 很有格 1990年 剛才說的《飛月黃昏》 他成為了頒獎禮的常客 大部分人透過一套 叫做新白娘子 飾業童 因為他 是 反串 偉康這樣說的 葉童 葉童這個人很奇怪 你看他 他不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人 但是 你認識他之後 你會覺得他非常非常漂亮 偉康不是這樣說的 好像大概也是 他說 這個評語對葉童總結得非常好 你說葉童漂亮嗎 他不是真的漂亮 我剛才也說他漂亮 我看了他的照片 他不是真的漂亮 但在百花齊放的年代 比葉童漂亮的女人 實在多得太多 你想想關之林 眉目如畫 李家欣漂亮到甚麼程度 但是葉童 很普通的 五官 但是他有一種無可取代的味道 舉手投足之間有一種風情 沒錯 這個女人很性感 他說 連女扮男裝 都可以演得許許如生 葉童 說到反串 他當中和1990年 許冠傑也拍過少澳江湖 也有 葉童當時扮惡靈山 常常女扮男裝 陪令狐聰 許冠傑也闖蕩江湖 所以導演 楊佩佩說 原來這個女生可以扮男生 他邀請了他出演 碧海晴天 繼續挑戰男女之間的調緩 這個劇中很成功 引起了大導演 曹景德的注意 1992年 就拍了那套 王梅調連續劇 《新白娘子》 女主角 肯定是照顧 男主角 許先 一直都找不到男主角 就隨便 不是隨便 找個 葉童回來 反串 反串 因為男人 找男人做 太餘雅 又不夠耐弱 太耐弱 又缺乏英氣 選來選去 最後就找了葉童 反串 他真是非常好 而且他又高 1米72 過了1米72都可以扮男生 說到他很厲害 婚姻中跟他的事業相差 說他是委曲求全 我不知道他怎麼看 因為他人比較佛系 你說他不好 可能他覺得 傻了 這些小事怎麼會放在心 剛才有一個訪問 他老公偷吃 很多次被人拍到 如果人生是無常 為這些小事而不開心 是否愚蠢 是否不值得 他這樣說出來 因為他生活也是很佛系 感情生活就是 1988年 他跟陳國禧 他有知遇之恩 帶起他老公 結束了8年的愛情長跑 結婚 當所有人以為 王子和公主修成正果 你老公 一次又一次 因為他是 因為他是 他身邊有很多美女 他身邊有很多美女 八卦封面 經常拍到你老公 每一次的原因 都是偷吃 偷吃 又說 有些 雜誌說 你知道他有多喜歡吃嗎 這樣說 他說2002年 陳國禧被拍到 在台灣 君月酒店 密會 女星 安娜 你又有份嗎 安娜 很多人都有份 兩個人在酒店 勇敏的照片 被人登上八卦頭版 這個時候 葉童 在上海拍攝 剛剛接受訪問 夫妻之間相處之道 溝通 還在溝通 沒想到 立刻就上頭版 哎呀 這樣 葉童選擇就是忍 忍忍忍忍 相信丈夫 不過 用忍耐 也不能讓丈夫 浪子回頭 說丈夫和梅艷芳的助手 在街上十指緊扣勇敏 2003年的事 很差 梅艷芳的經理人叫王敏惠 有這樣的事 當時的報道 葉童又想拜卦雜誌封面 似乎仍然是忍 為丈夫辯解 一定 因為過年時 插了一個大桃花 有桃花劫 還會有桃花劫 還會有桃花劫 當時他這樣解釋 哎呀 然後又有 又抱著另一條女 2010年2月 被拍到跟年輕女子 在商場 抱著在角落親熱 不斷疼愛女子的臉 不斷摸著女子的背部 那個 動情的樣子 老公 整天都被拍到 這次又太仰眼了 陳國禧 老公 向大眾解釋真相 他說 對方銀行家 搞投資 只是說投資的事 這是一般的禮節 這些只是 goodbye kiss 那些 對 不過 今次 太太業童 一反常態 都是不回應 不回應 不回應 上次也說 說來也浪費氣 沒有的 因為太過被斷得正正 他也沒有合理回應 選擇沉默算 沉默是金 同年10月 他老公又被拍到 真的很多 又在商場激吻 那個女人 跟他一起看豪宅 2012年又有 又拍到跟40歲的中年女人看電影 看完電影 就說 在車上 出租車 不知是是的士 就擁吻 因為葉童 很佛系的態度 他說 老公要一個人留在香港 他悶就找朋友玩一下 我一眼開一眼閉 沾沾石石都是平常的社交禮儀 這樣嗎 他説我們對社交禮儀有些誤解 葉童一直以來 就是這樣為他老公解釋 面對傳媒的反復追問 业童甚至也为自己说了一些金句 他说如果对方愿意骗我的话 他骗你也叫紧张你 值得经营的 也是 我以前也是这样说过 爱你才骗你 不爱你骗你也很差事 真的是的 女人也很懂思考 对于老公的偷食行为似乎百般隐让 对于两个下一代的问题 业童也全力配合 他说如果老公想有儿子 我就配合他 但是似乎没有 业童现在也接近60岁 应该过了生育年龄 记者再提这些事 他也会在这里写一句苦笑 我未必是苦笑的 他说现在想太迟了 我也生不出了 我老公还有机会 他这么花心 如果有的 都是我老公有儿子 就不是我儿子 我这样有多深酸 我说这些说话 究竟这个报道是否有多少真 有多少假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不了解他 我只是看文字认识这些艺人 业童曾经说过 丈夫改变了我的性格 他可以说我今天也是因为他 他当他老公是因人 那些事就选择 这样 逃避或者解决那些 争夺不了的烦恼的唯一方法 这样 他是觉得自己离不开老公 一方便安心偷食 一方便坚持原谅 这份默契是否有些扭曲呢 这个就是业童的婚姻观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艺术家很难说 甚至我看到他有个报道 他说我是艺术家 我要和丈夫分开一下 不可以经常黏着那种 很需要分一分开 有些私人空间 他有自己的想法 不需要用我们的价值观去看人 摆在某些女人身上 肯定说 如果我是他一定的 怎样分的身家 所以你就不是业童了 他才是业童 不能如果你是这样 好像我那天说郭富城 被人拍她的女儿 老婆 然后生气 然后说 我是郭富城 我一定会说粗口 他说 明星又不是不能说粗口 所以你就不会是郭富城 郭富城怎会说粗口 自己的角度 真的看明星 是不可能的 我们今天就分享了他的事迹 我依然是这么 喜欢看这个女人演戏 她是很有魅力的女人 不知道大家喜欢业童 请大家留言讨论 给点like 支持一下我们的广播 youtube现在都很难经营 好 今天时间到这里 下次再和大家说其他新闻 拜拜